《約翰福音》 第一章 《施洗約翰為真光作見證》 太初有道,道與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這道太初與上帝同在。 萬物是藉著他做的。 凡被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他做的。 生命在他裡頭,這生命就是人的光。 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接受光。 有一個人,是從上帝那裡猜來的。 名叫約翰。 這人來,為要作見證,就是為光作見證。 叫眾人因他可以信。 他不是那光,乃是要為光作見證。 那光是真光。 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 他在世界。 世界也是藉著他做的。 世界卻不認識他。 他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命的人。 他就像他們權兵。 作上帝的兒女。 這等人不是從血氣生的。 不是從情欲生的。 也不是從仁義生的。 乃是從上帝生的。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們中間。 匆匆滿滿的有恩典。 有真理。 我們也見過他的榮光。 正是父獨生子的榮光。 因典真理。 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約翰為他作見證。 喊著說。 這就是我曾說。 哪在我以後來的。 反成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從他豐滿的恩典裡。 我們都領受了。 而且恩上加恩。 律法本是藉著摩西傳的。 因典和真理。 都是由耶穌基督來的。 從來沒有人看見上帝。 只有在父懷裡的獨生子 將他表明出來。 約翰證明自己不是基督。 約翰所作的見證。 記在下面。 猶太人從耶路撒冷。 猜濟師和利美人。 到約翰那裡。 問他說。 你是誰? 他就明說。 並不隱瞞。 明說。 我不是基督。 他們又問他說。 這樣你是誰呢? 是以利亞摩。 他說。 我不是。 是那先知摩。 他回答說。 不是。 於是他們說。 你到底是誰? 叫我們好回覆差我們來的人。 你自己說。 你是誰? 他說。 我就是那在曠野有人聲喊著說。 修直主的道路。 正如先知以塞亞所說的。 那些人是法利塞人猜來的。 他們就問他說。 你既不是基督。 不是以利亞。 也不是那先知。 為什麽施洗呢? 約翰回答說。 我是用水施洗。 但有一位站在你們中間。 是你們不認識的。 就是那在我以後來的。 我給他解鞋帶也不配。 這是在約但何愛。 百大尼。 約翰施洗的地方作的見證。 上帝的羔羊。 次日。 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 就說。 看啊! 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這就是我曾說。 有一位在我以後來。 反省了在我以前的。 因他本來在我以前。 我先前不認識他。 如今。 我來用水施洗。 唯要叫他顯明吸以色列人。 約翰又作見證說。 我曾看見聖靈。 是上帝的兒子。 仿佛靠子從天降下。 住在他的身上。 我先前不認識他。 只是那差我來用水施洗的。 對我說。 你看見聖靈降下來。 住在誰的身上。 誰就是用聖靈施洗的。 我看見了。 就證明這是上帝的兒子。 約翰的兩個門徒。 跟從耶穌。 再次日。 約翰和兩個門徒站在哪裏。 他見耶穌行走。 就說。 看啊。 這是上帝的高陽。 兩個門徒聽見他的話。 就跟從了耶穌。 耶穌轉過身來。 看見他們跟著。 就問他們說。 你們要什麼。 他們說。 拉比在哪裏住。 拉比翻出來。 就是夫子。 耶穌說。 你們來看。 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裏住。 這一天便與他同住。 那時。 若有新證了。 聽見約翰的話。 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 一個是西門彼得的兄弟安德烈。 他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 對他說。 我們遇見美塞亞了。 美塞亞翻出來。 就是基督。 於是領他去見耶穌。 耶穌看著他說。 你是約翰的兒子西門。 你要稱為基法。 基法翻出來。 就是彼得。 照肥力。 那但葉為門徒。 有一次日。 耶穌想要往加利利去。 遇見肥力。 就對他說。 來跟從我吧。 這肥力是白菜大人。 和安德烈比德同盛。 肥力抓著拿彈葉。 對他說。 摩西在律法上所寫的。 和眾先知所記的哪一位。 我們遇見了。 就是約翰的兒子。 拿撒勒人耶穌。 拿彈葉對他說。 拿撒勒還能出什麼好的嗎? 肥力說。 你來看。 看。 耶穌看見拿彈葉來。 就指著他說。 看啊。 這是個真意識烈人。 他心裡是沒有鬼詐的。 拿彈葉對耶穌說。 你從哪里知道我呢? 耶穌回答說。 肥力還沒有招呼你。 你在無花果樹底下。 我就看見你了。 拿彈葉。 認耶穌為上帝之子。 拿彈葉說。 拉彈葉。 你是上帝的兒子。 你是以色列的王。 耶穌對他說。 因為我說在無花果樹底下看見你。 你就信嗎? 你將要看見彼者更大的事。 又說。 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 你們將要看見天開了。 上帝的使者上去下來。 在人子身上。 你但也不知道。 在這震,我曾經說。 你不會想過。 不要想過。 我今天要看見。 之後。 我反過來。 我不是想過。 現在要看見。 你。 有心理。 我基本上。 你。